之前发的文章有一些很深奥,读者反馈很多都看不懂,下面是实节版的,就好像大家都有在用电,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电,是怎么工作人里的或者电,究竟长什么样子的,理论知识已经讲了很多,下面是用通福易懂,的话阐述如何去实践。 一,明确我要的目标是什么,没有目标就没有成功,世界上没有懒惰的人,只有缺少明确目标的人,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为什么吸引不到他们想要的人,是,五,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自己想要的结果到底是什么。 你是一块磁铁,那么你想要吸引什么呢?金钱,财富,人脉,健康还是智慧?你必须明确。 前美国财务顾问协会的总裁刘易斯沃克曾接受一位记者访问,有关稳限投资计划的基础。 他们聊了一会后,记者问道,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无法成功?沃克回答,模糊不清的目标,记者请沃克进一步解释。 他说,我在几分钟前就问你,你的目标是什么?你说希望有一天可以拥有一栋山上的小屋,这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目标,问题就在有一天不够明确,因为不够明确,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。 如果你真的希望在山上买一间小屋,你必须先找到那座山,找出想要的小屋的限职,然后考虑通货膨胀,算出五年后这栋房子值多少钱。 接着,你必须决定,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每个月要存多少钱。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,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拥有一栋山上的小屋。 但如果你只是说说,目标就可能不会实现,目标明确就是力量。 这个世界给目标明确的人乱路,而给忧郁的人障碍重重,很多困难和阻力,很多挫折和障碍,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忧郁造成的。 二把目标写下来,用数字表达并没有达成期限,目标如果没有达成期限,我可能还在老家的城市里,做一名普通的工人。 目标如果没有达成期限,目标如果没有达成期限,我现在肯定还是一名电话行销高手而非演说训练师,这是我为目标达成期限一路行动下来的结果。 没有期限的目标,只是梦想,梦想要成真,就一定要有期限。 三,向宇宙发射订单,向宇宙发射订单的方式至少有三种,一大声呐喊目标,二心里没念目标,三重复滴血目标十遍以上,其实我们要的东西在宇宙当中都存在,都已经拥有了,只是你去发现它,拥有它而已。 四,每天坚持向宇宙下订单,磨刀也需要磨击板下才行,水滴石穿甚至需要好几年的时间,重复就是力量,自己每天早晨和晚上睡觉前,都重复的写着我的核心目标,自己早晚可写十遍。 我每天都写着自己的目标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自己前意识,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,当我们心中有个巨大的目标,又符合自然法则时,就能改造众人相助。 五,史玉柱,一位传奇的中国式商人,上海中几经臣服的解析者,在过去的几年里,他所策划的脑簧金,脑白金广告一直在不厌其烦的向我们下订单。 三,在我看来,重复的脑簧金,脑白金的广告模式或许,就是他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,也正是这种不厌其烦的重复行为,奇迹般的成就,乐史玉柱的成功人生。 五,把目标视觉化,利用前意识的第一步是要在心中设定一个目标,目标可大可小,但是一定是你,愿意并能够为之付出努力的。 也就是说,你先要在心中画一幅目标图景,一定要用心描绘,绝对不能信手涂鸦,因为你要对自己负责任,思想引发行动,行动产生方法。 视觉化是一个生动形象的说法,同样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,赋予抽象的是物易形象,在脑子中为它画像,仿佛就在你眼前,能够看到它一样。 这就是我们说的视觉化。 六,制定详细的达成目标的策略,方法和步骤。 我们说,成功等于目标,一个高质量的,卓越的人生需要具备两个主要条件。 第一,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,这叫做目标。 第二,知道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。 这中间有几个问题,第一,你必须知道你的目的地,你的目标。 第二,在你完成的长期目标,在你完成你的各个阶段目标的过程中,你不能过得痛苦。 第三,你所设定的目标,对你必须是有意义的,否则,你也会半途而对。 第四,你要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,这就需要你不断的去提高,加强自己的能力。 第五,就是评估和检讨,不断的评估检讨,不要以为设定了目标以后,有了方法,有了优势,有了机会,然后就可以达成。 七,吸引一切与我的目标相关的人,是,无来达成目标,随时随地吸引,吸引必来自生命的坚信。 八,最短的时间采取最大量的有效行动,一张地图,无论多么详实,比例多么精确,它永远不可能带着主人周游列国。 凝结智慧的宝典,永远不可能缔造真正的财富,只有行动才能使地图,宝典,梦想,目标具有现实意义。 罗马娜巴尼埃罗斯是一位年轻的墨西哥姑娘,16岁结婚,在两年当中她生了两个儿子,丈夫不久后离家出走,罗马娜只好独自支撑家庭,但是,她决心谋求一种,令她自己及两个儿子, 感到挺面和自豪的生活,她带着一块普通披荆包起全部财产,在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安舵下来,开始在一家洗衣店工作,一天仅赚一美元,但她从没忘记自己的梦想,即要在贫困的阴影中,创建一种受人尊敬的生活。 于是,口袋里只有7美元的她,带着两个儿子乘公共汽车,来到洛杉矶,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。 她找到什么活就做什么,拼命赶钱。 直到存了400美元后,便和她的姨母共同买下一家,拥有一台烙小玉米饼机的店。 她与姨母共同制作的玉米饼非常成功,后来还开了几家分店。 不久,她的玉米饼店铺成维权,美最大的墨西哥食品批发商,拥有员工300多人。 她和两个儿子经济上,有了保障之后,这位勇敢的年轻妇女并将精力转移到提高美籍墨西哥同胞的地位上,我们需要自己的银行。 她想,后来她便和许多朋友在东洛杉矶创建了泛美国民银行。 这家银行主要是为美籍墨西哥所居住的社区服务。 如今,银行资产已增长到2200万美元。 可是,到社区销售股票时却遇到麻烦,人们对他们毫无信心。 他向人们都售股票时遭到拒绝,他们问道,你怎么可能办得起银行呢? 如今,罗马拉巴纽埃罗斯,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故事在东洛杉矶已经传为佳话。 后来他的签名出现在无数的美国货币上,他由此成为美国第34任财政部长。 你能想象这一切吗? 一名默默无闻的墨西哥一年,却胸怀大志。 后来既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实体的财政部长。 罗马拉巴纽埃罗斯正是始终不放弃自己的梦想,坚持不信并不断地付诸行动,才取得了成功。 没有行动,一切都等于令,一切都是空谈。 有,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吸引力会梦想成真,先想事成,并满心欢喜地接收,相信就是力量,就是开始。 十,在接收的过程中,感受快乐喜悦是很重要的,你就是把自己放在想要的频率上了。 十,持续的感恩,在这个世界上,理所当然的事情少,而值得感激的事情多。 常怀感恩之心,我们就能够逐渐原谅,那些曾与自己有过结怨甚至心灵痛处的那些人合适,会让我们已有的人生资源变得更加深厚,让我们的心胸变得更加宽阔,红远。 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的办公桌上写下一句话,只问更询,不问收获的人,没有做不了的事,也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 用感恩的心改变我们的态度,用诚恳的态度带动我们的习惯,要良好的习惯收获我们的性格,让健康的性格,收获我们幸福的人生。 学会感恩而非抱怨指责,是成功的起点,吸引力的源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